我們這一波那個人事那個記者會前幕後華絮走在主榮太后面這一位正是好久不見的前總統辦公室主任林德遜 兩人還被拍到在超商喝咖啡 讓他將出任行政院長辦公室主任的傳言沸沸揚揚 因為那天超商的咖啡大杯的只要加十元就有第二杯 所以我就找了好朋友一起喝 談論的都是一些家常的事情 什麼關係日常到可以一起喝五十五元的咖啡 林德遜一路從陳水扁國會幕僚做到總統辦公室主任 2006年和時任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馬永成雙雙卷進國務機要費案 傳送多年淡出政壇 直到2022年國務機要費除罪化 兩人才或不起訴處分 如今不止林德遜可能入閣 傳出馬永成也遭征詢進入國安會 而講到馬永成就不能不提到羅文嘉 更被點名將出任政務委員 羅文嘉馬永成預計在新政府都有角色 過去同屬貶系大將人稱羅馬 一個負責文宣一個負責組織 再加上林德遜被合稱羅馬入臨 如今一個個被點名入閣 南部城市貶朝再現 羅馬帝國要回來就是表示民長在培養這個年輕一代部分產生斷層 都是我的師父 所以他們在政治上面的歷練 包含在阿扁執政時候的歷練 讓他們非常熟悉整個包含總統府也好 或者是政治的運作 但是也不要硬扣著說是貶系辦事回朝 因為扁案發生之後 他們在政壇上也消失一陣子 而賴清德早在2022年和羅馬結緣 加上曾為陳水扁總統府覆密的卓榮泰 一起協助賴布局2024 林德遜也在賴清德當黨主席後 以主席辦公室特助身份加入運作 過去的貶系要角一個個成了賴清德不可或缺的極戰力 繼續李慶春柏廷 新聞報導